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海域面积够宽广 航道的水深需要在25米以上 航道在宽度需要达到400米 我国的香港地区的海域宽广 竟然成为了他们停靠中介航母的首选区域 那么我国在国外有没有军事港口呢 这个也是存在的 前不久我国就花费了12亿美元 在法国的吉布提租下了一个港口 其目的就是为了停靠我们接下来将派遣访问的航母 为什么偏偏在这里租下港口了呢 吉布提位于法国 从地理位置讲 其海域面积宽阔 多面领海 是一个停靠航母的好港口 据了解 我们国家打算在这里将河道宽展至400米宽 意味着这块地方在未来就至少可以停放数十收的航母 这可看出了我们国家的野心 远远不满足于当前航母的建造数量 在未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期待着这一个新型港口的建成吧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有老兵说武器简直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